上篇文章中介绍了我国的铁矿石分布区域以及储量,看到有网友说铁矿石90%静候奥巴两国的。 这也正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国外矿山分布、储量,以及各大主要生产公司的资讯。 世界上主要的矿山公司淡水河谷、利托、碧合碧碳、FMG、安塞勒米塔尔、巴西淡水河谷。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,也是美洲大陆最大的采矿业公司。 该公司成立于1942年6月1日,除经营铁矿砂外,还经营猛矿砂、铝矿、金矿等矿产品,及纸浆、港口、铁路和能源。 该公司于1997年5月7日开始推行私有化,并大举兼并铁矿砂企业。 现在,但水河谷铁矿石产量占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%, 其铁矿资源集中在铁四角地区和巴西北部的巴拉州。 拥有挺薄配备铁矿、阿潘尼玛铁矿、卡拉加斯铁矿等,保有铁矿储量约40亿吨。 其主要矿产可维持开采近400年。 但水河谷 币和币塔公司 币和币塔公司于2001年由两家巨型矿业公司BHP与英国比利登公司合并而成。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采矿业公司合并后的币和币塔公司中BHP持股58%,比利登持股42%,该公司在全球20个国家开展业务。 主要产品有铁矿石、煤、铜、铝、镍、石油、液化天然气、铭、钻石等。 币和币塔在澳大利亚、轮交所和纽交所等地上市。 2004年8月 币和币塔公司市值约583亿美元。 截至今年3月17日,该公司市值已升至1101.7亿美元。 升幅达88.97%。 利拓矿业公司利拓矿业公司于1873年的西班牙成立。 1954年 公司出售了大部分西班牙业务。 1962年至1997年 该公司兼并了数家全球有影响力的矿业公司, 并在2000年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, 成为在勘探、开产和加工矿产资源方面的全球佼佼者。 目前,该公司总部在英国、澳大利亚总部涉于墨尔本。 该公司的销售收入来源情况呢? 北美占28%、欧洲占23%、日本占22%、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占4%、中国占5%、其他亚洲国家为14%。 并和并趟 FMG FMG是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。 公司成立于2003年。 自成立以来, 凭借其300亿澳元的市值、基因成功运作而不断扩大的声誉。 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, 使FMG成为澳大利亚矿业出口中心的重量级公司。 FMG公司专案一期工程,年产5500万吨, 并会按市场需求进行逐步的扩产。 一期工程产量及扩建工程的5000万吨每年的产量, 已签订长鞋。 FMG公司在澳洲皮尔巴拉地区, 拥有最大碳矿领地。 在其5万平方公里, 总面积15%不到的地域发现, 并拥有45亿吨铁矿石资源。 其中,11亿吨达到储量标准。 FMG,安塞勒米塔尔公司。 世界头号钢铁厂家安塞勒米塔尔公司, 计划将其采矿部门独立出来, 组建自己的采矿分部。 通过有机增长和收购, 安塞勒米塔尔期待到2015年, 自解率至少达到75%。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认为, 有可能达到78%。 按照这个量, 该公司采矿分部, 将成为全球第五大铁矿石生产厂家。 位于带水河谷、利顿、 币和币塔和FMG之后。 但强于英美资源公司, 安塞勒米塔尔之前曾声称, 未来五年将投资40亿美元扩大矿石产量, 到2015年达到1亿吨, 增长近50%, 煤炭产量增长近20%, 而组建采矿分部之后, 计划到2015年铁矿石产量, 将大幅增长108%。 此外, 该公司未来还将提高煤炭供应量, 与焦炭自己率在80%, 安塞勒米塔尔公司。 以上相比, 目前, 焦煤自己率仍不足20%, 安塞勒米塔尔, 将在未来4至5年, 优先大力发展采矿增部, 确保铁矿石和焦煤的稳定供应, 四家矿山储量, 以及铁矿石含铁量柱状图。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国外铁矿石储量分部, 以及主要的几家矿山公司。 相信大家对铁矿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 对铁矿石期货有兴趣的朋友, 可关注下我的头条号。 我会在之后给大家分享我国铁矿石的进口现状、 库存, 以及影响铁矿石价格金素等方面的文章。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。 感谢大家阅读。 欢迎评论交流。 点赞支援一下。 举手之劳。 万分感谢。